火箭怎么保持姿态稳定呢 就我们通常可以看到火箭尾部 它是不是有一个 类似去像尾翼一样 对吧 就像有点像飞机的小机翼 但是很小 那个机翼呢 就是很多朋友会 对它有个误解 就误解是 它是可以控制方向的 火箭上面的这种尾翼呢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它不是起控制作用的 它只会起一个稳定作用 火箭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迎面风会过来的时候呢 它会这个撞上 这个火箭的这个尾翼嘛 然后这个尾翼呢 就相当于是在气动的作用下 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 就有点像是我们扔出去的飞镖 你的飞镖后面呢 就是有四个这个小翼啊 这个小翼呢 它是起稳定作用的 但它并不控制方向 那火箭的方向是谁来控制呢 火箭的方向呢 其实是靠发动机本身来控制的 不是说火箭底部的全部的发动机 应该说火箭底部 某一些发动机呢 它是装在一个叫做万象节上面 然后这个发动机呢 就可以前后左右摇摆 然后它就通过它的这个摇摆呢 输出矢量的推力 就是这个推力呢 不是一直沿着正下方往下推的 而是有可能往右偏一点 往左偏一点 它是靠火箭发动机的摇摆 来对火箭的姿态进行修正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